自然分娩的话呢 应该是从公口进行性的开张 规律性的下腹痛开始算时间 所以我们经常给我们的孕产妇说 生孩子如果你开始隐隐作痛 这才是孩子给你打个招呼 说我要出来了 真正我们要算产成的话 我们要从规律性的公缩 也就是十分钟之内能腾三次 每次能腾三十到四十秒 也就是差不多两三分钟腾一次 一次腾三十到四十秒 这才开始算时间 从这个时候开始到我们公口开拳 基本上每个人的平均时间 是十到十三个小时 然后从公口开拳到胎儿免出 常规应该是在两个小时之内 然后小孩免出以后 还有一个胎盘免出 差不多就是十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 这大概就是大体的一个时间范畴 所以可能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从开始肚子疼 到孩子生下来的时间 总体要到胎盘免出的话 加起来我们一共在十三个到十五个小时左右 坚的九个小时 Anime 8 5 9 9 A 10 9 10 10 感谢观看